日前,王俊凯助理叶毅然针对粉丝质疑其未做好本职工作仪式做出回应。 他直言,前两天有人在网上莫名其妙地用看图说话的方式编造一些莫须有的事实, 对王俊凯粉丝提出一些质疑做出回应。 粉丝质疑,一,随行工作人员没有工作素养,随意插话打断导演。 二,纽约刮风下雪,在未提前查询天气准备保暖措施的情况下, 也不懂得临时变通,任由孩子三天只能穿同一件薄衣淋雨受冻。 三,在私生跟车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工作人员无法有效制止此行,影响孩子工作进程。 助理逐一回应,说那句话的人不是我,我当时不在现场,我也不认识那是谁。 牛仔薄外套里穿了一件毛衣,你们没看到吧? 跟车,定位,私生,卖图,到底是谁干的事,明白的自然会明白。 不过,关于未在直播期间,打理服装发型和王俊凯穿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鞋子出现在公众场合, 经常用垃圾食品替代正餐等质疑,叶宜然并未做出回应。 最后,叶宜然还表示,若有不足的地方,他会改正,但不会背一些不该背的黑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